接下来为各位同学介绍 水在酸碱反应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酸HA在水里面 以阿瑞尼氏的定义的时候 会解离出氢离子跟A负的因离子 那这个氢离子或者是质子里面 在水溶液里面 它会跟水会有相当好的一个反应性 它在水里面不会只有H正 光秃秃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而是跟水形成角錐形的水和氢离子 水和氢离子或者是水和质子 水和质子英文是Hydrated Proton 或者是Hydronium Iron 是所谓的水和氢离子 那水和氢离子的时候 以我们的H3O正就是氢离子跟一个水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水和氢离子 可是水和氢离子它可以经由氢建 可以跟多个水分子结合 可以跟一个两个或三个水分子 结合形成比较大的一个水和氢离子 可是我们把问题简单化 在讨论酸碱议题的时候 我们还是用布罗酸碱的观念 所以我们还是用水和氢离子 最简单的水和氢离子 H3O正来用这个就可以了 那水在酸碱反应里面 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那水可以当作酸也可以当作碱 那就看我跟其他什么样的酸碱来搭配 那这个时候例如说以畜酸跟水 在这个反应的时候 那畜酸在里面当作酸 因为畜酸有能力提供氢子给水 那让它变成水和氢离子 跟畜酸跟离子 那在这里面水在里面当作碱 因为它是接受畜酸所提供的质子 那如果说水在跟氢来做反应的时候 以布罗酸碱的观念在这里面 在这水里面就可以当作酸 水是当作酸的 因为在这个反应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水是提供质子给氢 让氢变成氢离子 那水提供质子以后 我就失去这个质子 所以变成氢氧跟离子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说水跟水自己反应 那水同时当酸也当碱 因为这个反应就只有水 水既可以当酸又可以当碱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水的解离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同时当酸跟当碱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方程式很明显是水的解离的方程式 那水解离的平衡常数 我们把它定义为KW 然后依照平衡常数的定义 那这个上面的反应是 产物 是水和氢离子跟氢氧跟离子 这个时候浓度的相成基放在分子 那这个时候反应物都是水 那水因为是液态的水 我们是不会放在平衡常数里面的 在上一章已经跟同学介绍过了 因为它的比值为1 所以它的不会出现在平衡常数表示式里面 所以水解离的平衡常数 KW 我们W就表示它是解离的平衡常数 这Water的解离的平衡常数 就定义为水和氢离子的浓度 乘以氢氧跟离子的浓度 那由于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平衡常数 刚好是产物 形成产物的两个离子的相成基 所以KW我们也可以称为水的离子基 那水的离子基就是水解离的平衡常数是多少 当然它会随着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所以我们来在25度C 我们观察的情况之下 那在上面这个方程式 水解离出来 可以解离出1.0x10的-7次方M的氢离子 当然我解离出这个氢离子的量 当然解离出氢氧跟的氢离子的量 也应该是要一样的 所以在25度C水的离子基KW 就等于1.0x10的-7次方的平方 所以是等于1.0x10的-14次方 当然这个是要在25度C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这个时候酸性中性碱性是怎么样来定义的 那这时候就来比较一下在这个水溶液里面 氢离子的浓度跟氢氧跟离子的浓度 如果水和氢离子的浓度大于氢氧跟离子的浓度的时候 它就是酸性 那如果这两个浓度相等的时候就是中性 那如果氢氧跟离子的浓度是比水和氢离子的浓度来的大的时候 就呈现碱性 可是无论是酸性中性或是碱性的时候 只要是在25度C 它们的离子基都是1.0x10的-14次方 这是不会改变的 那在这里面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刚刚所谓的氢离子浓度 它的数值通常都很小 都是10的-几次方这种等级 所以我们用对数的形式来表示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ph值的定义 那个p就是power的意思 就是所谓氢离子的一个强度 氢离子的强度 那ph值的定义 我们就是ph值是等于氢离子的浓度 取它负的对数的值 所以就是负log的氢离子浓度 或者我们换一个写法 就是氢离子浓度就是10的-ph次方 是这样的一个定义 那这个时候 所以在25度C的时候 假设以酸性溶液 它的ph值等于3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它的水和氢离子 或者氢离子的浓度 是10的-3次方m 那如果一个碱性溶液 它的ph值等于11的时候 它的氢离子浓度 在这个水溶液的氢离子浓度 是10的-11次方m 那中性溶液的它ph值等于7 代表在这个水溶液里面 氢离子浓度是10的-7次方m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时候同学就会问 说氢离子浓度 这个地方来讲 不是都是假设以10的-5次方m 来看吗 那这个时候 这个有单位的数值 怎么可以取负的对数呢 那在这里面呢 在这里面的氢离子浓度 是没有单位的 那它是一个实际的浓度 相对于标准状态浓度 以m的一个比值 那这样的一个比法 就跟我们在上一章介绍 化学平衡里面 平衡常数 这样的一个比值的一个观念 是一样的 那我们有ph值 因为氢离子浓度 它的浓度通常都是很小的 同样的道理 氢氧跟离子的浓度 也是通常都是很小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poh值 来描述容易中oh 氢氧跟离子的浓度 它的定义跟ph值的定义方式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ph值是-log的氢离子浓度 所以poh值呢 就是-log的氢氧跟离子浓度 那我们刚刚有说过 在25度C 氢离子跟氢氧跟离子的 离子的相乘积 是1.0乘以10的 -14次方 那这个时候 ph值跟poh值的 加起来的总和 应该要等于14 我相信这个同学 这个对同学来讲 应该不是有太大的问题 在这里面呢 那以酸性 中性 碱性来讲 我相信同学都知道 酸性的ph值小于7 中性的ph值等于7 碱性的ph值大于7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 原来以 在酸性溶液中 氢离子浓度 应该要大于 1.0乘以10的 -7次方m 那当然是在 25度C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两边先取 对数的一个情况 两边取对数的情况 那log的氢离子浓度 应该要大于 -7 那这时候我们的ph值 是不是定义为 负的对数 所以我们就两边 都乘以-1 两边乘以-1的时候 中间这个不等号 要转向 所以ph值小于7 是这么来的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ph值是取 氢离子浓度的负对数 那这个时候同学就会问说 那这个时候 有效数字 ph值的有效数字 要怎么来取呢 那我们举个例子 像氢离子浓度 是1.8乘以10的 -5次方m 那这时候我取ph值 是不是把 1.8乘以10的 -5次方m就不要了 那再取 负对数的值 取出来是4.74472 这时候我要怎么取呢 我要取小数点以下两位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1.8乘以10的-5次方 这个1.8 是两位有效数字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取到 那这时候要取小数点以下两位 为什么要取小数点以下两位 因为4.74 那个开头在小数点以前 前面那个4 事实上是被10的-5次方 还有1.8这个数字 已经先决定4这个值了 所以我要表示 它的有效数字的时候 就是要取小数点以下的7跟4 来表示我之前取的是一个两位有效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同学在计算的时候 假设要用对数来取有效数 对数之后 要取有效数字的时候 请各位同学依照这个原则来进行 那关于水在酸碱部分 所酸碱反应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还有PH值的观念 先介绍到这边